每次周末都要从超市买一大袋东西 这个礼拜我买的有肉类 蔬菜类 还有一些中药材 我一般会将这些东西做一个安排和分类 哪些是当天要吃的 哪些是以后吃的 做一个分类和整理 现在先做一个砌锅鸡 就是用新买的乌鸡 还有一块珍珠斩肉 熬一个鸡汤 剩下的东西我们用密封袋 做一个简易的收纳 有些东西就用圆包装 有些东西就放到密封袋里 主要是放到冰箱里边好储藏 储藏的空间更大一点 红葱头可以直接放在厨房的竹篮里 上海菜苗包装挺好的 直接放冰箱 这个油菜苗今天晚上吃不用包装 剩下这个椰菜花需要加工一下 我们等一会再做 珍珠斩肉和猪肚 它有包装有标签 可以直接放到冰箱的冷冻时储藏 鸭肾我们装到这个三文质袋里边 鸭肾在包菜干汤的时候可以放一些 这个是去皮去骨的鸡腿肉 我们可以放到中号的三文质袋里储存 还买了一袋猪筋骨 我将它分成两份 放到密封袋里 每次包汤的时候刚好拿一份 非常方便 这个包汤骨头一袋太多 所以我就将它换包装换成两袋 那有时候买东西呢 本身就已经分好了 就不用再换包装了 比方说买的这个走地鸡 它就已经是两袋刚刚好 直接放冰箱 这三种中药材 都是有包装有标签的 可以直接放到柜子里储藏 木棉花和鸡蛋花有包装没标签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做一个食物的标签 我家里也没有什么专门的写标签的工具 所以我就自己用记事贴 手写上去 简单方便 还快 我见网上有很多关于收纳整理的视频 虽然拍得很漂亮 很完美 但是总觉得好像没有个性 千篇一律 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收纳整理也不能盲目造钞 主要是学习别人的理念 花小钱办大事 增加储物空间 这才是主要的目的 别人是把标签贴在袋子的外面 我是把标签塞在袋子的里面 这样更换的时候方便 我之所以喜欢用密封袋做收纳整理 主要是觉得它柔软 而且呢 规格不统一 可以任意调节 放到冰箱里边特别省地方 储藏的空间都变大了 我家的冰箱是那种常见的法式双开门冰箱 那个冷冻室好像变得还小了 不太好用 所以我们家都是用密封袋储存 如果用保鲜盒的话 装不了多少东西 现在对椰菜花做一个预处理 将它切件 直接放入保鲜袋内 不用清洗 吃的时候再洗 然后将它放冰箱内储存 这就是我的家庭简约收纳方法 气锅乌鸡汤熬好了 原汁原味 真好喝 我会放入烤箱内储存